我们讲一下十二地支 十天干的万物理想已经讲完了 先讲一下十二地支 万物理想 十二地支的万物理想 第一个 知水 知水 知水呢 赞阳 长阴 什么意思 这些我们讲了阴阳的时候 知水 知丑 阴毛 指是第一个为阳 丑是第二个为阴 是吧 是这样排的 阳阴阳阴 这样排的 所以说 它占的位置是阳位 但它长的是阴 为什么呢 因为紫水 精水为阴 所以说长阴 它的特点 和人水 是相近的 和人水这个性质上面 是相近的 资水呢 有河流 有河流 有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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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流动 流转 有这样那些意思 直水也有车轮的意思 车轮 车轮 形状 是为圆形 是为圆形 代表呢 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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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八字里面 如果说有植物 葱 更有代表 罗盘的这个象徵 南北嘛 南面 北边 罗盘 资水呢 有细小的真管 带来一个意思 它代表玄学 哲学 哲学 有玄学 哲学 在那个意思 也可以代表数学 木火主文 精髓主理 所以说代表理科 数学 这个数学 资水呢 在人体 在人体 代表什么呢 肾 我们的肾脏 这个肾脏 这边 耳朵 哪一个人的耳朵 黄光 血液 这个血液 脂水 应病 多为 血液 血液 病 多于血液 疾病 或者水上的病 水上的病 积水 或者是耳朵的病 耳朵 耳朵得病了 耳朵得病了 之前 看过一个八字 就是的 八字里面有个子味相摻 子味相害 当时给断了 我说这个 是一个男命 小孩 当时给断了 我说这个小孩 腰肾 不好 二一个 耳朵呢 也有问题 然后呢 反馈啊 反馈说是 耳朵 听力上面 有问题 耳朵 然后呢 他这个肾呢 会经常的疼 肾会经常疼 所以这种 耳朵 耳朵 所以说那些导致的呢 不太会说话 不太会说话 它是一个先天性 不是先天性的 是一个后天性的 因为小时候 生病 发烧 然后导致的 导致的这个 我都听不见了 然后这个 知悔呢 知悔 也可以那种 智慧啊 是吧 一个人的智慧 主人的精神 一个人的精神 知悔如果受伤了 也很有可能 有精神病 精神病 精神不好啊 这些知悔啊 代表的 代表的动物 就是老鼠嘛 是吧 老鼠 还有燕子 燕子 燕子 有知识啊 没有 信识啊 叫 燕子 咱们看一个八字 昆造 仁慈 物身 鬼位 鬼害 关心 笔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紫胃穿 胃穿了紫水 胃穿了紫水 生巾穿了亥水 水坏了 水做什么 水做智 这个思维 所以说呢 这个人呢 精神呢 精神有关 也就是精神病 啊 这个人是一个精神病 精神方面的疾病 这个八字 我们讲一下抽土 抽土 英土 也可以称之为 基因之土 基因之土 其性 含尼 含尸 啊 因为什么 丑是 蜡月 啊 冬天蜡月 最寒冷的时候 冻土 所谓冻土 啊 冻土 湿土 湿土 代表 湿土 泥泥 泥泥的道路 是吧 啊 沼泽 啊 沼泽 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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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土 啊 倒灌 啊 倒灌 魏 啊 他是 佛甲 啊 啊 这个寺庙 寺庙 丑 为牛 啊 为牛 啊 丑呢 啊 也为坟墓 啊 地下室 厕所 厕所 厕所啊 金融 因为他是金库嘛 所谓金库嘛 所以为金融啊 为金融的话 那可以代表银行啊 是吧 金库嘛 你这个银行里面 是吧 纯的就是钱啊 所以说 丑 可以当作银行去看啊 身体上啊 啊 身体上面 丑呢 代表包肚 腹部 腹部 包肚 腹部 有人的子宫 啊 子宫 啊 子宫 子宫 啊 子宫 有点皮 啊 子宫 子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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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为肿瘤 他也为肿瘤 人体突起的地方 啊 所以说他为肿瘤啊 他为肿瘤 所以说一般一个八字里边 一旦有楚楚的话 哎 这个人呢 就是说 啊 得肿瘤的这个几率啊 啊 又远远大于 啊 就是说没有丑的这种八字啊 比方说 先一个八字 对吧 比方说 乌火 这边丑丑 比方说是兵武 丑武一串 是吧 穿着他的路刃 羊刃 对吧 代表他的身体 丑是什么 肿瘤 啊 就是说 这个很有可能性啊 啊 很大的可能性 超肿瘤的肿瘤 啊 啊 也就是癌症嘛 啊 代表癌症 啊 代表癌症 那么他这个 动物的话就是牛嘛 除了就是牛嘛 就是龟嘛 是吧 啊 特别龟 啊 包括螃蟹 啊 都可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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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一下荧幕 它类合于 夹木 所有的特点 它是为洋木 它为木的话 它是为洋木 代表树木 树林 树林 木材 我们的剑线杆 剑线杆 道路 领导 官府 官府 他也代表 暴力 因为营中 还有丙火 在这暴力 武装 武装 人体 为头 为脑 肝胆 肝胆 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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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肌 代表头肌 头上的病 头肌 动物的话 就是老虎 就是老虎 猫 都可以代表 都可以代表 这个是荧幕 荧幕 肝胆 是 肝胆 是 肝胃 那我们讲一下 毛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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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木呢 类似于 天干的一幕 代表 弯曲的东西 花草 花草 丝线 中药 中草药 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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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织物 包括围巾 丝绸 纺织品 丝绳索 丝织品 报纸 丝绳索 传播 门窗 因为古代的门窗 都是用木头做的 所以说椅木啊 毛木啊 可以代表门窗 现在呢 现在呢 也可以代表钢筋 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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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取向为 衣服 买衣服 或者是 纺绳资品 你卖衣服啊 或者卖这个纺织品啊 你看 毛木是什么 丝织品 纺织品 是吧 丝线 是吧 丝织和代表什么呢 代表颜色 代表色彩 代表漂亮 然后呢 毛位 我们这个毛位 它有什么 饭店的 含义 有饭店啊 它有建筑啊 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与人体 人体的话 代表肝胆 毛木呢 代表肝胆 毛木出问题 肝胆能出问题 它代表四肢 四肢 毛发 也代表脖子 这个人的脖子可能会有问题 腰 颈椎 颈椎 颈椎不好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毛木 毛木 毛木的话其实也代表手指 代表人的手指 手指 手指 有的时候毛木 受伤了 也有可能代表这个人呢 手指呢 受过伤 或者有问题 这个是 这个十二弟子的万物立像 毛木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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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